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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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这本科学的时候,我们发现我们中餐的烹饪历史悠久,渊源流长,几千年的文化。 他就让我产生了好奇的心理,那我们古人都这么早就把美食做成各种各样的火候、味道的变化。 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就完全投入进去将中餐能够走遍世界,弘扬世界给人类带来一种美的享受。 这种动力让我从里面产生一种不疲劳,不幸福,没有负担,是一种乐趣。 那我做得很好的美食,客人开心,客人吃完高兴,那我是最大满足了。 是的,您的创意料理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 而且我知道您是非常的精通,川叔,鲁韵,灰浙,敏香的八大菜系。 可以跟我们讲讲您的烹饪理念吗? 好的,我的烹饪理念呢,主要是呢,你看我们中餐就川叔鲁韵,灰浙,敏香,它的八个字代表了。 但是这里面每一个菜系,它有每个菜系特点,它的原材料的特性。 那对于我来说呢,我的理念呢,就将中餐继承传统,那我们几千年文化。 现代演绎,就是说现代的人能够对传统的文化不厌倦,又产生好奇的心理。 那我将现代的元素,现代的理念口味,融合在我的作品当中,产生三个有标志性的一个特点。 就是理念,第一我就是革命性,革命性,革到自己的头上。 第二,颠覆性。很多原理说,我们学习的时候,学徒的时候说这种菜跟那种菜不能搭配,但是我们要颠覆它,我们要搭配看看它的营养,它的味觉有没有新的变化,就是颠覆性。 第三个就是爆炸性,那我们粗的粗品,让所有的人吃了以后,一看,首先视觉上已经惊喜,第二一吃,哇,爆炸性的,就是整个一个新的东西出现,那我们中餐就是真的是影响到几代人,甚至是整个人类的这种实觉的体现。 是的,您的菜品不仅是非常美味,而且创意也都是非常的精美,而且我知道您还是中餐的烹饪绝技十项全能的吉尼斯记录保持者。 哇,真的是非常的厉害,可以跟我们讲讲您是怎样练就十项绝技的吗? 这个中华绝技呢,如果在中国呢,每个人有一项绝技,他就到处去弘扬,去表演。但是呢,我们呢,毕业于这个专科大学,那我们培养出来的国家,真的感谢祖国,培养我们这个技艺呢,我们主要分的是红二,白二,还有一个冷菜。 但是这里面呢,比如说,一个蒙眼睛,叼玫瑰花,蒙的眼睛我可以叼一分钟,一朵玫瑰花,那我可以在气球上切肉丝,甚至我表演在硅谷,在美国硅谷表演,我可以在腿上,自己腿切,切肉丝。 其实没什么危险,那是一种绝技,是一种技巧。蒙眼睛,两分钟,一万六千根,一万六千根。 一万六千根,龙虚片,中国的传统,两千多年文化。 这些绝技,我都带入到联合国去申请,美食文化遗产的时候,代表国家进入联合国。 还有拔丝,像我们拔丝香蕉,拔丝苹果,北方很多,但是能不能拔到二十二米不断,这个长度,就我保持最好。 十二米真的非常长,非常厉害。是的,因为这些绝技,您也是在众多的国际的长颜大赛当中,是先后获得了三十余项的大奖,非常多的荣誉。 是我的奖牌很多。是的,是的,那么您也是在海外一直会进行大型的像上千人的这种厨艺的表演。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,不知道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下呢? 可以啊,那我就可以讲到这个兴趣的时候,我可以把我的记忆发挥出来,让观众能够看到,不用跑到我眼前来,在视频上也可以看到我的表演。 好的,太感谢您了,谢谢您。 中国的这种勺工,你看它会有火的。 哇,这个很厉害。 厨艺的这种锈。 好,哇。 你看我这晒进去,然后飞打是门,这叫飞打是门。 哇,这个真的很厉害。 你看前面,后面,从后面走都可以。 你看,1,2,3,1,4,8. 哇,哇,好厉害。 哇,在那里,哇。 哇。 你看这些山东的大翻授。 你看,它刀工,敲的工没有,你看。 好,然后我们一装碟。 好,成功。 哇,这个真的太厉害了。 是吧,要炒工嘛。 所以你的,你的,你的烧工工夫到底手势,动作,很协调。 是的,是的。 下一个是什么? 下一个保演一个,我跟你讲,1分钟, 钓一个花。 好,您准备好了吗? 准备好了。 好,开始。 哇,这个就是花饭了。 太美了。 对,就是目前世界来说,最快的,没有超过我的,保持这个记录。 这个萝卜也很硬。 很硬的。 它有,你看我手是用阴厉的。 嗯。 很硬的,你看它是很新鲜的萝卜。 哇,您做出来这个花瓣已经很美了。 这个真的需要非常高的技巧。 是啊,这是我们在国家读书的时候练出的真工夫。 哦,是的。 这个应该很难有厨师可以做到的。 对,没有我这么快。 一分钟。 看好。 是的,刚刚好。 哇,很漂亮的一朵玫瑰花。 很美。 啊,搭配上这个。 搭配上这个。 摆盘,很漂亮。 您是要做什么? 我给你做一个中国的缩衣黄瓜。 蒙着眼睛切,切一个东西。 哦,那这样会不会很危险。 不危险,不危险。 酒精,酒精考验。 开始啊。 哇,您切的这个真的非常的细啊。 现在不能说话。 哇,天哪,这个就是连在一起的。 这么薄的像碎一样。 这中国传统的缩衣黄瓜。 造型也非常美。 这中国的传统文化。 看,我们做菜的时候,你看,缩衣黄瓜。 这是一个泡菜了。 把它立在这里。 哇,这个真的很厉害。 像一个蛇一样。 对,你看,就可以了。 哇,谢谢您,真的是太精彩了。 谢谢您。 那么,接下来呢,我们先休息一下。 马上回来呢,我们将继续请吴大厨, 当我们走进创意料理的世界。 谢谢您。 谢谢。 对,你看,看。